大家好,我是石头 今天用鸡翅做个好吃的 这是从超市买的冷冻鸡翅 先给它化冻 然后在鸡翅两面割花两刀 装到培里面 拍几个大蒜 然后给它切成末 把蒜末放到鸡翅上面 加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两勺蜂蜜 一点点盐 一点点鸡粉 我们再搅拌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盐半个小时 我们的鸡翅腌好了 锅里放一点点油 把鸡翅放下去煎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我们给它翻个面 然后继续煎两分钟 时间到了后 我们把盐鸡翅腺醇的汤汁浇到上面 再加一碗开水 盖上锅盖小火煮15分钟 时间到了后 打开锅盖 一滚浓浓浓的香味 还有食欲 大火酥汁就会煮过了 最后撒上点酥芝麻 吃的美食每天一定要加糖菜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